等于反憲政反民主 端午廉假依旧不打烊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一早献身立任 记者会上绣出手板 怒杠蓝营党团 无视名义反民主 眼下政院针对立任职权修法 提复议在先国会朝野攻防 如果要做全国行为演讲 这卡式要很强 王伟 罗志强 徐晓清 还有欧晓宁 这些人觉得 当然也是必要的人选 反驳立法院 指导立法院 而逾越了包含立法院 监察院跟司法院 和行政院之间的奋纪 行政院俨然成为一个太上院 不止绿营举办轻鸟巡回 蓝营也演绿全台宣讲 祭出反制 首战就插齐赖清德本命去台南 而前一天蓝白党团在喊话 倘若复义遭否决 卓奎应该之所进退 律营则反呛113席干脆打掉重练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不信的话 又请你 请你们 来提一步心安 解散国会 让大家 接受民意的重新考验 对于国人来讲 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是 现在还有执政党当家闹事的情况 立院直权修法才三毒 眼下延长赛在开打 只怕国会冲突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进行黄奖 邱普丁采访